教育部狠狠地赏了凯达葛兰大道的蔡英文一个耳光 她把所有的责任推还给蔡英文 就是说我不陪你玩了 到此不送 一路好走 所以她今天教育部的律师的说法是说 重要的东西全部还给蔡英文了 包括了她的学位论文 所以蔡英文手上应该会有她的所谓学位论文 没错吧 应该会有她那个所谓1984年 交给教育部的学位论文 第二个证据证明为什么蔡英文有 各位记得吗 在国图的那一个电子档当中 还包括在英国伦敦政经学院的妇女图书馆当中的那一本书 里面大概有二三十页的页面 都有影印的扭曲的痕迹 特别是在页跟页的中间很明显的 还有那种影印的黑边 所以证明今天所拿出来的这个所谓的证物 他是从一本另外一本书上面给印出来的 今天教育部证实了这件事情 也就是说教育部证实说1984年 他们把这个所谓的学位论文已经还给了蔡英文 而蔡英文没有理由说搞掉了 因为她在2019年的6月28号送到英国伦敦政经学院的妇女图书馆的那个影印版本 是从某一本书上印下来的 于是我们的福尔摩斯的嗅觉告诉我们 这一本所谓的1984年的伪造的论文仍然在蔡英文手中 台北地监署该发动侦查该发动搜索了 另外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是 除了今天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回给蔡英文之外 蔡英文她本身呢 她说透过教育部的这个委任律师 我们已经问了一年又四个月 就在问一句话 到底有没有封存 到底谁下令封存 结果你看从开庭到现在连续三次 教育部的这个委任律师闪闪说说 除了翻供之外 都不肯去问蔡英文说 这到底是不是你下的指令 今天法官梁哲伟头脑非常清楚 他一再追问说 如果这是个人资料保护法 那要个人同意才可以 我不能替你保护你的资料 如果你愿意公开 我是不能够引用个人资料保护法 所以他就去问了蔡英文 你看光问蔡英文说 这些资料不公开 是不是你的决定 就浪费了我们全国国家的 所有公民的公帑跟时间 整整花了快要一年的时间 就在问一个问题 到底是不是你下的决定 结果我们终于得到这个答案 律师说得很委婉 他说当事人说应该可以公开 应该可以公开 那我说很高兴公开什么 公开他的履历表 还有公开他的学位证书 还有今天教育部的委任律师 竟然敢在庭上说这是证据 我想任何学过基本法律 概念都知道 一个影印本 是绝对不可以当证据的 不然我就拿一张钞票去 7-11买东西就好了 我干嘛那么辛苦赚钱 我干嘛为了生计 所以这么可笑的事情 竟然发生在我们 全台湾掌管教育的最高机构 跟凯达格兰大道的总统府 这难道不是台湾的悲哀吗